玩著Steam樂園 浩亭哥哥 你在做什麼? 我在練習新的舞步 你們三個看不到嗎? 看不到啊 你們有沒有學過跳舞? 沒有 我有 我學過Hip-Hop 不過浩亭哥哥 你的動作是會跌倒的 但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可以向前傾斜45度角度 他也不會跌倒的 是小朋友 你們三個都認識的 就是汽水罐 蛤? 你們想不看他的表演? 想 好,材料都準備好了 就是有水和汽水罐 你們待會可以試試 把不同份量的水倒進罐裡 然後把罐打斜放在桌上 看看可不可以像斜塔一樣 站在桌上 沒問題 DONALD就負責倒大約一半的水 而紫程就倒三分一的水 而我先把全部的水倒進去 好,那我就開始了 先把他倒滿 好了,已經全滿了 然後要怎樣做 之後就把罐打斜 像我剛才那樣 45度角度一樣 放在桌上 嘗試一下 打斜的 對 放手是嗎? 是 我怕 我放了 可以死吧,BONNIE姐姐 都捨了 不要緊 好 我們DONALD試試吧 交給你 記得要倒多少水嗎? 一半 好 差不多了 好 那你又試一下 看看能不能做到 2 1 哎呀 真的倒射了 不知道紫程這邊又行不行嗎? 不,我先試一下 看到多少水 3分1的水 看看是不是足夠3分1的水 是啊 看看 好像差不多了 是 看你們表演 試一下 好 慢慢來 有紫程 行不行 我們都很緊張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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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汽水罐那麼斜 都不掉 真的很神奇 其實這個實驗 是跟重心 和支點有關的 你們知道什麼是支點嗎? 嗯 難道就是 汽水罐和張海接觸的地方? 嗯,沒錯 其實 重心和支點 在同一條垂直線上 它就會平衡到 由於你們兩個的罐裡 放得太多水 就會令到重心偏高 所以就較難平衡 但是 為什麼水少了 又可以平衡到? 當汽水罐裡 大概只剩下1分1的水 的時候 重心就會降低 那汽水罐的重心和支點 在同一個垂直線上 就會較容易平衡 哦 原來是這樣 那家裡的小朋友 你們嘗試找不同的罐 看能不能做到這個實驗 嗯 既然大家玩得那麼開心 不如我們做多個 關於平衡的實驗吧 好啊 我看到這個實驗的材料 有竹籤、牙籤、木塞和泥膠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做實驗了 首先我們先拿一個木塞 然後把牙籤插在木塞的底部 嗯 就會變成這樣 然後再把兩支長一點的竹籤 插在木塞的左右兩邊 哦 對了 小朋友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記得要小心一點 還有要有家長的陪同 接著就把兩個泥膠球 搓成圓一點 對了 對了 小朋友,你要試試搓一下嗎 好 好 可以了,很圓了 我們拆進去吧 好 你們兩個合作吧 對了,要拆正中間的位置 兩個泥膠球的重量要差不多 好 對了 那之後呢 不如麻煩小朋友幫我放在水瓶上 好 好 好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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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算這樣動它 它也不會跌 難道跟重心有關 在今次的實驗裡面 牙籤和水瓶接觸的地方就是支點 再加上兩邊觸籤的泥膠球 就會令到重心降低 再加上兩邊的重量又差不多 所以就會平衡得到 下次我會在平衡器上面做些裝飾 你看,這樣是不是很漂亮 小朋友 如果你們在家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發覺不能平衡的話 可以嘗試在兩邊觸籤的角度 調低一點 或者調整一下泥膠的重量 如果重一點的話 是比較容易平衡一點的 既然你們玩得那麼開心 我們下次再一起 玩全STEAM樂園